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空窗期》第48集 你是不是对我处心积虑了很久 下下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全身酸痛不已 虽不至于像书中写的那样 下不了床,但是大腿根处的酸意 确实是实实在在提醒着自己 昨夜发生了什么 他偷偷在被窝里回味了一下下 脸上不禁浮上了飞红的霞云 害羞又甜蜜 醒了 陆毅的声音在他的头顶响起 下下转了个身 与他面对面,清早看到心爱的人 自是喜不自胜 陆毅冲他笑笑,揉揉他的头发 几点了 下下问道,窗外的光已经很亮了 他可以看清阳光的影子 九点了 陆毅说道,他很早就醒了 见他睡得深,便没有叫醒他 这么迟了 我很久没有睡得这么迟过了 对一个习惯早醒的人来说 能睡到九点也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所以哪怕身上有酸意 但因为睡了一个好觉 还是觉得神清气爽 你睡得好,看来是我的原因 陆毅笑道 对啊,你表现得很好 下下一说完 就红着脸捂着嘴吧 差一点就暴露了自己的本质 陆毅反应过来 他说的表现好是什么意思 一有所指道 你是不是对我处心积虑了很久 下下拍拍他的脸 请注意用词的准确性 我哪有处心积虑 这明明就是顺其自然 顺水推舟 陆毅比了OK的手势 一连你对你说什么都对的表情 下下一醒来就看到他 心里甜甜的 整个人娇俏又可爱 半靠在他的怀里 早饭想吃什么 我去做 昨天的面包就可以 你不累吗 陆毅问道 不累,我去拿面包 下下小跑到厨房 又煮了两个水煮蛋 他的体贴用心揭在行动里 不管是被爱还是去爱 都不及相爱来得甜蜜 下下,我不想回去了 陆毅咬着面包 他煮的鸡蛋也格外好吃 那不行 我们下午就要走了 我明天还要上班 下下还算理智 你再陪我一天好不好 我又要请假 下下一听到请假 头就痛了 恋爱要谈 工作也不能丢 陆毅听他的语气 是不想请假 他顿时没了继续吃下去的心情 放下手中的面包 不发一言地坐着 不知道在沉思什么 这样子让下下实在没有办法 男朋友要赔 工作也不能丢 但是男朋友不开心了 哄的人还不是他 下下还是妥协了 不到五分钟 他就打脸自己说的不请假 谈恋爱不仅影响学习 还影响工作 两个人上了头 就只想一直腻在一起 就比如现在的陆毅 之前明明和下下说好 住一夜民宿 过一个周末 结果还赖着不肯走 他是老板没关系 没人敢说 可是下下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啊 他无奈地想着 还是发了一条请假的信息 给自己的老板 老板回得很快 又请假 家中有事 他睁着眼睛扯了一个谎 顺便瞪了一眼陆毅 老板批准了 员工要请假 就和天要下雨一样 拦不住 就算知道对方在撒谎 他也只能认了 下下放下手机 松了一口气 陆毅这才急切地凑到他跟前 请好假了 对啊 你满意了 这个月的全勤泡汤了 在他的利诱威逼下 他只能妥协 谁能受得了这个男人 对自己发小脾气 满意了 你的全勤我陪你 陆毅得逞地笑笑 他的沉默是沉默 他的开心是开心 每一招都对下下有效 下下觉得自己这辈子在他面前 真的没有多大的出息 下下严肃道 就一天 明天你也得回去了 玩久了 工作积压多了 他怕自己赶不完 好 陆毅答应得倒是爽快 他盯着下下看了一会儿 舍不得你 他不知道 这异地恋 原来这么磨人了 就想和他一直待在一起 两个人可以做的是那么多 下下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男人恋爱前和恋爱后的区别 怎么这么大 恋爱前 是保持距离 一本正经的人 恋爱后 各种情话眼睛不眨 他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黏人 会吗 陆毅笑笑 人都是多面的 是复杂的 下下正要开口 陆毅将他抱进怀里 投埋在他的衣领口 他身上痒痒的 忍不住 轻声笑了出来 揉着他的头发 你干嘛 陆毅盯着他 看了一会 下下的心一点点就不由自主地软了 他看穿了他的意图 摇摇头 不要 你不是说很满意我的表现 陆毅还记得他的话 下下尴尬笑笑 这话从口出 他总得认 是 但现在是白天 白天和夜晚有什么区别吗 这话没毛病 下下一时无法辩解 想不到对方的口才这么好 没了平日里的寡言 好像没什么区别 他知无道 话音落下 已经被对方压到了身下 他准备象征性地挣扎一下 显得自己也有几分矜持 可是他的吻多了几分霸道 吻得他一乱情迷 什么矜持都化为了主动 他勾住他的腰 拒绝的话都说不出口了 苏苏妈妈的熟悉感涌了上来 他凭着残存的理智 推了一把陆毅 陆毅认了一声 怎么了 下下去拉窗帘 他可以预见 请假似乎不是那么明智的选择